Pi区块浏览器新增币安交易所参与测试 一个Pi币可以换取15个币安币 目前一个币安币价格400美元左右 一个Pi币可以换取15个币安币 就是说一个Pi币价格6000美元嘛 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我主要和大家更新 Pi主页更新的消息 以及近期Pi币的消息 最后分享一些我对Pi币的价值观念 希望通过这样的影片 能够传递Pi币的价值给更多的Pi友们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在4月16日Pi的主页又再次更新了 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又会说又更新个季末 但并非如此 每一次更新其实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而这次的更新 Pi官方是要提醒Pi友关注官方 IG和脸书社交媒体 除了大家熟知的推特之外 项目方也对这两个社交渠道会进行实时的更新 可是官方为什么要提醒Pi友去关注 以及主页更新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因为很多社交媒体 或者某些人假传胜值 都会冒充官方发布虚假消息 这个事情已经让项目方开始高度重视 所以本次的更新是对官方渠道的直接管道披露 另外官方还提醒大家要当心仿造的第三方媒体信息 他们的信息披露往往是带有误导性的 很多对项目进展的误导都是如此来的 同时也需要注意市面上的仿造项目 他们有可能会对你的账户信息进行盗取 将会危及你主网后的资产安全 对于这一点需要广大Pi友们注意 要以官方渠道的消息为准 预防冒名顶替者 虽然本次的更新 也许是为了后续的信息传播做渠道的铺垫 不过大家的首要信息来源还是以主页为基准 Pi友们如果想要看官宣消息 要关注官方社交媒体的话 可以通过项目方列出的社交媒体 每天多去关注他们发布的动态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当下的网络进展工作 当下以及接下来我们的Pi主要事项工作 一共有几大项 就是全球KYC映射同步生态上线 节点过度主网 开放式主网 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是全球KYC 许多人有疑惑 为什么进度如此之慢 其实小轩我也有 为此我对这方面去了解了一下当下的情况 据第三方的消息称 当下的KYC已全面推出 但因为过程中依旧有需要修订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会更改KYC的推进方式 直接进行大规模的认证 对于这一点 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稳步推进是项目方一贯的风格延续 大家日常进入浏览器的KYC窗口查看 是否有名额即可 并且有消息称中文的版本也在这周内正式推出 也有可能是基于这点 导致现在的KYC覆盖基数还不是很广 然后靠管理员的说法是这样 现在KYC是全面开放 不过还没有去到完全开放 完全开放就是不用等首页邀请 我们直接去派浏览器 选择KYC就可以进行KYC了 那个时候官方应该就会给出限期时间了 限期就是六个月之内必须进行KYC 在限期内如果你没有进行KYC的话 你所挖到的币将会被回收 至于限期六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么就要等完全开放之时 核心团队就会给出具体期限 然后也会在主页上公布 影片开始时小轩我为什么说 一个Pi币可以换取15个BnB呢 因为Pi的浏览器里交易和价格的测试出来了 一个Pi币可以换取15个BnB 目前一个BnB价格400美元左右 就是说一个Pi币价格6000美元 不过Pi币的初始价真的是6000美元吗 刚才小轩我说了是测试 这只是测试时的标价而已 并不是Pi币的价格真的是6000美元 当然小轩我不是说 Pi币的价格不会达到6000美元 在未来Pi币的价格高过6000美元以上 肯定是可能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 也不敢去相信 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怎么会 就点个闪电按钮而已 能值钱吗 能报复 免费的东西不可能会有价值的 很多人很难理解Pi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会值钱 更难理解Pi会是一次革命 一次颠覆 所以小轩我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 Pi币为什么能无限增值 并且创造出很大的财富价值 首先 其实回答Pi为什么会值钱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 小轩我就问问大家 你知道很久以前石头和贝壳是钱来的吗 为什么贝壳值钱 为什么黄金值钱 为什么银票汇值钱 为什么城市里街道上的一棵树汇值钱 为什么山林里一瓶水汇值钱 这些本来就没有价格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值钱呢 因为是我们人类给了他一个价格 那Pi币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四年模一件 对于核心团队而言确实不容易 他们每年就单是服务器费用就是几十万美金 相对于我们而言 每天只是用微不足道的时间点亮 当然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时间 却形成了一种共识 这是一种非常了不得的共识 也是将免费变得有价值的核心存在 许多人总觉得 嗨这是一个免费的东西 他不知道免费的如何才能具备价值 让自己富有 其实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底层逻辑 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 实际上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 免费确实是最贵 而且还能无限增值 并且创造出很大的财富价值 为什么呢 我们简单地谈谈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一个项目 或者企业所研发的平台最为核心的部分 一个平台是否有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那商业模式就必须要好 有前景 我们参与平台 就是要看他的商业模式 实际上 许多人是不知道所谓商业模式是什么的 也不去了解 所以很难理解 许多理解也就只停留在表面 那我们来说说派的商业模式吧 简单地来讲 他的商业模式 就是打造全球一个顶尖的公有链 公有链又有自己的商业模式和运行逻辑 但我们只谈谈派自己的商业模式 第一 恒星共识 恒星共识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而派的恒星共识就是24小时迁到点亮制度 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就贡献了共识 完成了共建 同时这个过程 你是免费参与的 实际上 对于用户而言 能有其他额外之处 没有其他额外之处 与此同时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还学习了许多知识 至少你参与了一个区块链平台 第二 生态建设 和其他公有链不同的是生态建设 我们的生派太建设 实际上才是最有前景和价值的 因为派Network将支持未来无数的web3.0模式 NFT DeFi 元宇宙等等应用模式 以免费打造而成的共识 赋能生态的建设 这是非常厉害的 而许多人的认识 只停留在价格 共识价格 交易等等 实际上 这是粗浅的认识 你必须要以更高的层次和眼光 重新有所认识 第三 操作系统 实际上 派打造的其实就是一个 支持DAB的全球顶尖操作系统 怎么理解这个呢 有许多人 实际上还不理解 所谓的生态是什么 苹果系统 安卓系统 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比如 安卓系统手机里面的微信 淘宝 抖音 快手 京东等等 这些就是所谓的生态 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 就是操作系统 App要能打开使用 必须要有操作系统才能可以 你会发现 安卓系统手机里 只要你手机内存足够大 就可以安装无数个App 而Pi Network呢 不需要将系统放在手机里 只需要浏览器即可 因为浏览器可以支持 数百万应用使用 毕竟 要是单独地放在手机里 你内存也不支持 如果在Pi Network开放式主网后 出现一个微信这样的生态 那一个Pi币 价值100美元轻轻松松的 再来一个爱奇艺 腾讯视频 樊登读书 起点阅读 淘宝 小红书 抖音等等这样的生态 Pi的价值一定超过你的想象 不要觉得免费就没价值 实际上所创造的价值 是我们想象不到有多厉害 再过一些时间 不用很常Pi就会露出冰山一角 就会揭开它神秘了三年多的面纱 所以我们坚持点亮闪电 一起继续挖Pi币 Pi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 OK 那么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轩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线 拜拜